哈喽大家好,欢迎回到多金基欲,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。 巴菲特曾经说过,如果你没找到一个当你睡觉时还能赚钱的方法,你将工作到死。 而这个睡觉时还能赚钱的方法说的就是被动收入。 其实,被动收入的概念很简单,就是不工作也能赚到的现金流收入。 然而,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。 全世界有70亿人口,真正能靠被动收入实现财富自由的人凤毛麟角, 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在为钱工作,而不懂得去打造被动收入。 那么,成功的那一小部分人又是靠什么来实现财富自由的呢? 今天这期节目,我们就和大家一起盘点富人最爱的八个赚钱资产。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,请大家不要吝啬手中的点赞还有关注。 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。 赚钱资产一,开公司。 公司作为积累财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之一,是一种深受富人青睐的赚钱资产。 清奇在《富爸爸穷爸爸书》中这样写道, 利用一个具有会计、投资和市场运营的企业,会使你的财富实现爆炸性的增长。 了解减税优惠政策和公司法的人,会比雇员和小企业主更快地致富。 这就像一个人在走,而另一个人却在飞,久而久之差距会更大。 放眼全球几乎每位富豪都拥有一家或多家公司,成立了自己的公司,就等于建立了一个稳定盈利的系统,来为自己创造现金流。 不仅如此,公司还可以用来保障富人的私人资产。 举个简单的例子,一辆车如果是你个人拥有,那么关于这辆车的所有支出,都需要你个人用税后的钱来支付。 而如果这辆车是公司所有,那么这台车的保险、维护、修理等各种费用,则可以作为企业成本,在税前被合法扣除。 车如此,其他的资产也是一样。 拥有的主体不同,资金流动的过程也就不一样。 从先缴税再支出,到先支出再缴税,一个小小的变动,就可能带来财富上的千差万别。 当然,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开公司的实力,在资金、人力、物力都短缺的情况下去创业,相当于不带设备去蹦极。 很多成功的企业家,都是在某个行业先打工了一段时间,积攒了行业经验,人脉也结实了不少,有一定的存款之后才开始创业。 这样成功率会高很多。 赚钱资产二,房地产。 我们知道,要想获得高收益,就要提高投资的杠杆。 可往往提高了投资的杠杆,风险就会急剧放大。 那有没有一种产品既能放大杠杆,又能降低风险呢? 有,那就是房地产。 虽然眼下投资房地产的黄金期已过,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,房地产已经是全球公认资产配置的首选。 顶级富人的资产配置中,永远离不开房产。 与其说是房产,不如说是固定资产或者不动产。 普通人眼中的不动产主要是住宅,而在富人眼中,除了住宅、别墅、豪宅,还有写字楼、商户、土地、厂房。 广义上的不动产还包括豪车、游艇、私人飞机等等。 但凡是有价的固定资产,都可以算在不动产里。 不动产通过租赁的形式,就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现金流。 不管是普通住宅、商铺、写字楼、还是豪车、游艇、私人飞机,这些在租赁市场都非常的火热。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,投资房地产的基本原则,就是在不影响自身生活的前提下杠杆最大化。 杠杆最大化有三个好处。 一是投资收益率达到最高,二是可增加投资标的。 三是在货币贬值趋势下,负债越多,时间越长越好。 当然不要忘了前面说的前提,是不影响自身生活的前提下。 不过,富人毕竟是少数,普通人该怎么参与游戏呢? 其实,就算没有房子,照样能靠收租赚钱。 只要你懂得借机生蛋。 包租做二房东就是一个借机生蛋的投资方式。 假如你买不起房子这只鸡,那就找人借。 交几个月的房租,就能控制房东价值N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房产。 类似于Airbnb这样的出租模式,就是很好的赚钱机会。 只要你管理好自己的租客,同样能获得稳定的租金现金流。 此外,你还可以和别人合伙买房,房子租出去之后,收入大家按比例分。 这里你不用担心房主写谁的名字,你们只需要设立一个公司,以公司的名义投资这套房子就可以了。 类似的还有合伙投资开个公司或者开个店,这也是海外房产投资常见的形式。 赚钱资产三,高利息股票。 我们知道,买股票的门槛比买房子的门槛低,你不需要太多资金就可以开始投资。 而高利息股票和普通股票的不同之处在于,利息和分红比普通的股票还要高,由于他们的业务稳定,每年都会赚钱。 因此,每年都会派更多的利息给股民。 同时,高息股票不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,承受风险能力较强。 富人在投资中通常不会只关注短期回报,而是更注重长期价值和成长潜力。 也正因此,富人们喜欢将它作为稳定获取被动收入的投资工具。 但要注意的是,这种公司每年之所以会发那么多钱给你,是因为他们的公司没有太大的投资项目需要资金。 换句话来说,这种公司没有计划投入太多精力在研发新产品上,因此他们的股票升值会比较慢。 股票市场的玩法太多,绝大多数人都在博取差价。 但如果是股权投资的逻辑,还是踏踏实实选择优质企业更稳妥。 赚钱资产四,贵金属。 市场上普遍认可的贵金属有三种,黄金、白银和鉑金。 金银鉑在全球主要的商品交易所都有期货产品,在投资市场上也有相关的投资品。 黄金和白银作为硬通货已经有数千年历史,但是纸币只有几百年历史。 贵金属的价值已经被历史所证明。 有钱人本金多,更需要贵金属投资保值避险。 而通过投资,他们所得的盈利也会更多。 特别是在市场动荡或者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, 贵金属还可以有效抵御通胀带来的币值变动和物价上涨。 赚钱资产五,时间。 问你个问题,如果你三十岁以下巴菲特拿自己全部的财富跟你换年龄, 你愿意做一个富有的老头吗? 所谓年轻就是资本。 年轻意味着从身体到精神,你都比其他人更有活力和创造力, 有更多的时间学习,工作,丰富生命, 还意味着有机会弥补过失,改正错误。 这就是为什么富人都格外珍视时间, 把它看作是最好的资产。 回到你自己身上,从现在开始,好好管理自己的时间。 年轻只有一次,不要等老了,没时间了, 才幡然醒悟,追悔莫及。 赚钱资产六,健康。 越是有钱人,越关注健康,越注重锻炼身体。 因为活得久不久,更多是由基因决定的, 但活得好不好,却是自己可以把控的。 想想看,大佬们为什么这么重视健康, 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, 而穷人失去健康等于雪上加霜。 毕竟,比没钱更可怕的是没命。 赚钱资产七,流量。 千万不要小看这两个字, 在这个互联网自媒体时代,流量就是金钱。 很多百万千万富翁都是靠自媒体白收起家的, 比如经营YouTube、抖音、小红书等等, 这些平台甚至不需要本钱,就能开始经营。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即使不出门, 也能赚得盆满钵满。 每一次点击观看和订阅, 都能带来几何数字的收益增长。 而当你的收入来源不止一种, 一次创作就能带来长期的被动收入。 赚钱资产八,人脉。 很多成功的商业人士都深深意识到 人脉资源对自己事业成功的重要性, 抓住一切时机,努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 这是作者凯斯·弗拉基在其书 《绝不单独用餐》中揭示的成功之道。 他说, 记得刚进哈佛商学院的时候, 我诚惶诚恐, 实在不敢相信一个穷小子能躋身全美最高商业学府。 一年之后, 一个念头浮上心头, 我身边这些家伙都是凭什么进来的? 弗拉基发现, 善于同陌生人接触是成功人士区别于他人的重要标志。 成功者善于主动与别人接触, 建立起庞大有效的联系网络, 并利用关系网开展工作, 最终促进各方共赢。 记住, 很多时候一个人能否成功, 不在于你知道什么, 而在于你认识谁。 好了, 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内容, 希望大家通过收看我们的节目能有所收获和思考。 看到这里的朋友, 别忘了关注堆积机遇, 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关注, 咱们下期再见吧!